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先讲解一下这个PF型号高压阻塞泵的一些常见的情况 它的压力抖动还有整个泵声会产生抖动的情况下 那么是上面单样阀或者是側边单样阀有所坏 只要将其单样阀更换就行了 还有如果是产生漏水的情况 那么会将会在底部这三个孔露出漏油漏水都会在这底部三个孔 还有一种漏水的情况就会 这里的从油镜这里看出油会发白 如果油是清澈的就正常 如果油发黑它中原里面就是整个取球箱高温不能用了 这个泵是自己是无法维修的 返回到公司内部 现在开始示范一下如何拆除泵头和泵声 先将底部八颗螺丝进行拆除 有缝隙将它变开插入两次让它敲出鸡尾 然后就完成了缝口和取球箱锋铺 如果是常规保养的话就只用换水缝就行了 一般油风是不会坏的 这是竹水缝 拿着额刺刀将其撬出几肩 这是底下的支撑环 这是竹水缝的夹布水缝 这是上面的压环 三个是竹水缝三件套 这个是棍上的后导环 后导环内部是腹水缝 腹水缝用卡黄钳将其卡出以后就可以更换 先将支撑环部分装入 有凹痕的一面朝下装入 然后装入竹水缝 也是凹面朝下 然后装入压环凹面朝下 竹水缝安装就完成了 竹水缝更换后 O型圈一面朝下装入 并且装入压环 然后装入卡黄即可 取出陶瓷管 取出这身压 更换做塞油缝的话 用一个钩子将其拔出 现在是将油缝如何装回去 一个油缝装入 使用油缝装钩 使用油缝装钩 按压 用下皮盘头敲 敲进去 这样就油缝安装就完成了 然后将支撑架装回 再装入挡水垫面 装入挡水垫面后装逃速碗 这样 这样取球箱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这样取球箱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将上面7个螺丝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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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取出 相同用M10螺丝 选在大压法上面 然后用这个网上提 就可以将大压法取出 观察大压法是否有损坏 罚片部分 以及罚肉部分 弹簧是否有损坏 有损坏更换就行 如果更换后将其放回 然后将罚塞 然后再 按下去就可以了 再按罚就完成了 最后是 笨头与取球箱的连接 将取球箱 竖着 放进去 轻轻的把它倒下 塞入巴塞螺丝 就完成了 PF型的高压子塞铺 回修就完成了